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最好的声音呈现给我们 让我们听到更好的音乐 让人拥有其中 大家对周深都应该不陌生 五年前上大二的时候 他参加中国好声音被大家所关注 1992年出生 如今也快笨30了 可是小个子的他却还是个学生样 最近参加我们的歌 再次惊艳了所有观众 和李克勤的亲生生组合 看成完美和声 从节目中可以看出李克勤很喜欢他 发自内心情不自己 周深是湖南人 小时候跟随父母定居惯阳 六中毕业后到乌克兰求学 小时候的他有些自卑 他不像李玉刚 虽然是反串 但是台下李玉刚的声音 还是比较阳刚的 而周深的声音一直都比较女性化 受到身边人嘲讽 所以一直不敢歌 直到后来高中参加的 校园歌唱大赛取得了冠军 才让他渐渐有了些自信 周深的声音 清澈 空灵 有温暖 让人羡慕的天籁之音 深情 细腻又大气 参加蒙面唱将猜猜猜的时候 已经有了一些成绩 发行了自己的单曲 还为动画电影《大鱼海棠》 献唱了印象曲《大鱼》 双双获得了年度十大金句 在音乐界小有成绩的他 已经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他再也不是那个被人嘲讽的 自卑男孩 他的声音和本人一样 都是那么的清澈 唯美 2017年的时候 还率领101爱心支教团 奔赴家乡贵州 前往新义市 威舍镇阿姨小学支教 通过和小学们 孩子们的教学互动 在他们心中种下音乐的种子 助力偏远地区的孩子们 实现音乐梦想 他们还贴心地准备了礼物 自创教学歌 与孩子们一起参加运动会 并选拔了第六支 东方风云榜爱心合唱团 为同学们上了一堂 第一堂正规的阅历课 经过这次聚教活动 周深表示 此次投身于公益事业的经历 让他收获破风 被孩子们的天真和真诚 深深打动 也对孩子们 在音乐上的领悟能力感到惊讶 今年周深参加了慈善演唱会 为新加坡自闭症协会 以恩基金筹款 周深是一个很容易亲近的人 他的笑总是那么灿烂 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周深的嗓子太干净 可以说现在的歌手中 很少见到如此唯美的声音 听到他的声音 一点抵抗力都没有 作为相似出身的李玉刚 海平家说 我认为他蛮有才气的 而且他的声音那么空灵 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苗子 我对他的感觉特别有情怀吧 有可能说很赞叹他唱歌的那种记忆 我觉得先天的很难得 所以会去支持他 并且我也很喜欢他 我也特别爱才吧 我认为他有才气 如今和李克勤搭档 合作的歌曲简直不能太完美 快去欣赏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 敬请关注